吴小辉上诉庭审未定安邦传瓜分显红二代利益重划版,安邦集团原文董事长吴小辉对判决不满提起上诉庭审期,未定中国监管部门证实安邦保险几乎所有股权已经被移交给政府控制的基金,既被认为接近官方的多位认为,这意味着官方也已完成了对这家民营保险公司的国有化。 同时显示红二代利益版图将重新划分,据多为引述中国银保监会网站,6月22日发布公告称批准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管工作组,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对章程中关于股本结构的修改,及普通股619万万股全部为内资股股东持有, 其中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持有75800万股,占总股本的1.2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持有33800万股,占总股本的0.55%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080400万股,占总股本的98.23% 中国银保监会的公告表明,除了上汽集团和中国石化兰家老股东外,其他安邦保险集团的股东资格均被撤销。 在官方担心安邦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中国保险保障基金在4月份向安邦注入了近100亿美元,该基金是中国国内保险公司的后援。 本次注资,标志着安邦控制权的变更,但直到本周五其股权细节都不清楚熟悉该过程,的人士称该基金将临时控制安邦,直到临选出一个私人股东。 依照保险保障基金管理法规定,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国有,独资公司属于非盈利性企业法人,其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约合0.158美元,其董事会9名成员分别来自银保监会,财政部,央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法治办及三家保险公司。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实现了对安邦集团的完全控制,安邦集团完成了国有化,报道说在2017年6月,中共官方将吴小辉从家中带走之际,安邦集团尚有着复杂的股权结构,其股东远非上汽集团和中国石化两家。 2004年安邦注册,并成立于浙江明波,吴小辉的个人生活在此前后发生了改变中国大陆媒体南方周末,曾发表,安邦真相,一文该文,援引吴小辉家乡浙江省平阳县一位官员的话说, 当时北京来人到平阳县调查吴小辉的背景,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陪同大家才知道,吴小辉的身份又变吴小,与一位原国家领导人的外孙女,在一起了该文用着姓女子,代指着一元国家领导人的外孙女。 2000年卓星女子与另一中共红二代陈小辉成立注册资本两亿元的标投集团,前者出资1.2亿元占股60%,后者出资0.8亿元,占股40%,而标投集团一直是安邦保险发起股东上海标准基础设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 直到2014年这一局面才发生改变,而2010年11月标投集团股权变更,着姓女子退出陈小辉,出资1.8亿元占股90%,另一陈姓商人出资0.2亿元,占股10%报道,指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刀阔斧整党反腐,习对规制权力曾有深刻思考与阐述。 据报道认为,中国银保监会接管安邦并将其收归国有,除了化解金融风险中共亦有规制政商资本的用意。 据安邦真相透露,着姓女子与红二代陈小辉,在安邦保险初创阶段,曾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只是后来吴小辉被带走陈小鲁,生前一多次澄清自己并非安邦集团股东,这使得安邦集团资本地图一度扑朔迷离报道说,在吴小辉陷入传言漩涡,并于2017年6月被带走之后,吴小辉第三任妻子,中共第二代领袖邓小平外孙女邓卓瑞,曾代表自己以及邓家宣布与吴小辉的婚姻已经结束。 此举是昔日中国第一家庭,与吴小辉案完成了切割。